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你赵匡胤凭什么跟人家撒其名? 其实啊,在以前,没有人质疑赵匡胤的能力 我们可以看看历代帝王跟名人对赵匡胤的评价 没人质疑赵老大,反而恰恰是现在 这个互联网自媒体很多人,我不管不管 他就是拉胯,他不配,宋朝太弱都是他的锅 赵匡胤啊,他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帝王 宋朝之所以没有成为十世纪中原王朝第六个短命王朝 之前梁唐纪汉州嘛,一共五十三年 而他之后的一千多年里,我们国家再也没有碎片化 赵匡胤是有很大功劳的 首先,我们看一个朝代啊,比如说唐朝 你必须把这个南北朝,隋朝拉进来一起看 你能单独只看唐朝吗?宋朝也是啊 你一定要把唐末五代十国拉进来一起看 你如果单独只看宋朝,你是看不明白的 很多问题你是解释不了的 我们国家的历史有两个大的分裂期 一个就是魏晋南北朝,另一个就是五代十国 我们看唐朝 你就得把这个隋朝拉进来一起看 隋唐,它是一体的 它在本质上就是关隆集团换了个代理人而已 隋朝完成了南北的统一,并且完善了制度 他已经把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得七七八八了 并且给唐朝留了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唐朝呢,则全面继承了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制度 又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代代的这个能力特别强的君主 比如说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 这才使得国力达到了顶峰 我们再看宋朝啊,唐末到五代 你给赵光印留的是个什么局面 我们总说啊,宋朝的这个三容 三容问题是宋朝的吗 那是唐朝留下来的问题啊 赵光印、宋朝 得给唐朝五代擦屁股呀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唐朝没有出现藩镇之前 一个朝廷一套班子 我这个国家就能运行 好,到了唐朝中后期 五代各个藩镇 割据成一个个小国家 那就是一个个小朝廷啊 我一个朝廷就要有一套班子 需不需要管理 需不需要兵 我要用兵保护我自己啊 不然我就得被人家给灭了 那这又得有多少人来养 这就是三种问题 自唐朝中后期到五代十国 整个国家它是一个碎片化的 是赵光印终结了 自唐朝中后期到五代十国的一个分裂的局面 他死的时间就剩下一个北汉了吗 而且加强中央集权 他把国家努力变成一个 这个大树的一个形态 就是强干弱支 我一定要加强中央 削弱地方 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 这个重文义武 赵光印搞的 其实赵光印他没办法 你让他怎么办 他当时面对的就是一个 武将无数次反叛 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 能让他怎么办呢 赵光印曾经对赵普说过 他重用文人 不是主观上喜欢文人 是因为他没办法 他觉得这个文人造成的这个破坏 没有武将来得大 我们现在不要站在上帝视角 说以后造成了什么什么不好的一个结果 那都是马虎炮 都是站在后人的视角 去过多的苛责古人 在当时看来 我知道你第二天又有哪个节度使要造反 他必须得这么做 这么做的坏处就是 我们看到了 战斗力拉胯 那好处也有 好处就是 再也看不到各种军发割据 安始之乱 五代世国这样长达200多年的长期战乱了 即使后世偶尔也有 那也只是在王朝末期短暂的出现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 政策它有利就有弊 一个事情你得两面看 借着这个特别说明一下 这个宋朝对北方作战拉胯的原因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汉唐所面对的北方 它是部落联盟 你不管匈奴也好 突厥也罢 它都是一个个部落联盟 它有自己的大韩 下面有各种王 有二韩各种其他的韩 他们都有自己的部落 我们看汉唐怎么对付他们 拉一派打一派分化一派 对不对 我们动不动就看到什么 修徒王 什么魂邪王 什么突历可汗 不是投降 就是杨凤英伟 好 你宋朝面对的辽金 那是什么 那是国家呀 那不是部落联盟 那是草原帝国 它能整合整个北方的势力 去南下 跟你铸元王朝作战 你分化谁 瓦解谁 政权 国家层面的组织能力 它不是那些部落联盟能比的 我举个例子 高购力 那就是个国家 我们可以看看打他费劲不费劲 隋唐 几代帝王 前赴后继 后来终于把他给灭了 我们再说回赵宽印 其实就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多年的政治军事的积累 制度的不断探索与完善 才堆出了这么个集军事政治为议题的人 如果说保老国四百多位皇帝化个党 赵宽印无疑是第一党的 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 没毛病